那虽然说起来日本在半导体产业的实力 那在国际上市有名的强悍 在全球前15的半导体设备厂商当中 有7家也都来自日本 但不得不说距离80年代的辉煌时期 如今要说起行业尖端的代表 日本可能还不如临近的韩国 那值得一提的是 受到英伟达以及自身业绩的影响 二次上市的ARM又成为了近期二级市场上 话题度极高的一家公司 那今年以来股价已经累积了涨幅将近70% 火热的势头加上市场强劲算力需求的推动下 ARM的决定翻身 更是进一步坚定了日本首富 孙正义在战半导体产业的决心 那根据彭博社此前的报道 孙正义目前正在筹集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 创立一家可以与ARM形成互补关系的芯片公司 试图大举进攻AI赛道 那于是这就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究竟ARM和孙正义能否带动日本半导体产业 站上这一轮的AI风口 再度走出一个属于日本的黄金时代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 英特尔开创了DRAM开始说起 那当时英特尔引领了计算机存储器 向半导体存储器的重大转变 那随后日本政府也紧随在英特尔的脚步之后 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 瞄准时机建立起包括富士坑 日立 NEC 三菱电子大举投资半导体行业 迅速取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那关键是同一时期还遇上了日本汽车产业 全球大型计算机市场发展的风口 就促使DRAM的需求激增 而日本企业借助低价促销的竞争策略 到了80年代中期 日本产的DRAM已经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80% 成为当之五会的芯片大国 以东芝NEC 日立为代表的日本半导体厂商 也曾经坐拥全球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一直到了90年代 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力逐渐趋弱 一方面是当时日本种植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日渊升值导致日本电子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进一步导致企业对半导体设备的投资开始锐减 而在PC出现之后 对于内存的工艺要求也开始有所下降 因此过去为大型计算机所生产的高质量DRAM 就开始变得不合时宜 那另一方面 过去日本公司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销售 都一手包办的垂直整合型IDM的这种模式 也开始暴露了奇弊端 第一 半导体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在当时是大势所屈 传统的IDM模式无法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快速反应 就导致了日本开始在国际竞争当中处于劣势 而从长期来看 IDM模式还会导致公司的规模庞大 拉高治理和运营成本 从而影响资本回报率 正如西村吉雄在日本电子产业新衰路的这本书当中写道 他们是败在了经营策略和成本竞争力上 但总之并没有败在技术上 不过这一切还是抵不过美国的重磅一击 1986年和1991年美日签订了两个半导体协定 来解决这方面的毛衣摩擦 而日本最后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 关键是美国还希望外国半导体产品 在日本市场占有的份额超过20% 当时所有对手都愉悦一试 试图分一备更 而韩国也是趁此机会 开始实行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 从1983年到1987年 韩国政府为半导体企业提供了3.5亿美元的贷款 承担了60%的研发经费 也就是在这样的推动下 三星强势崛起 除了韩国 日本还面临台湾的这个强劲对手 为了抵御日本的冲击 美国逐步将制造和封装环节 外包给台积电价的代工厂 于是在90年代 台湾逐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基地 日本存储芯片节节败退下 到了2016年 唯一一家还能排名在世界半导体企业前10名的东芝 也只能选择卖掉半导体部门 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虽然辉煌不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半导体行业的落败 事实上 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产业 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尤其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半导体材料的戏份市场来看 数据显示 日本企业就占据了高达52%的市场份额 而在制造芯片所需要的19种主要材料当中 日本在其中14种材料上都位居全球榜首 那即便是在存储芯片竞争落败之后 但以模拟芯片为代表的产业主权 依然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 重要的是 日本政府还通过重金补贴的方式招揽万元 大力搞活本土半导体产业 而日元汇率不但下挫 也有助于让建设生产基地的成本大幅降低 也因此聚集了台湾三大晶圆代工厂 韩国三星、美光科技等赴日设厂 日本政府还不惜为台积电在耸本的第二家工厂 提供了专项补贴 以进一步扩大台积电在日本的产能 那除此之外 2022年8月在日本政府的牵头下 丰田、索尼、NAC、软银、三菱等八家日企 还共同出资设立了晶圆代工厂Rapidus 试图在2027年 从零开始大规模生产最尖端的2nm芯片 复合日本半导体神话 那尽管千金广阔 但对日本而言 要重振整个领域其实绝非易事 一方面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密不可分 不少分析都认为 日本无论是在智能手机、数据中心、自动驾驶 还是制造业产业的数据化等方面 都缺乏了发展的亮点和势头 尤其在相关的研发、电路设计等人才 也面临严重不足的问题 那另一方面 尖端芯片的研发和制造门槛都很高 所需的投资规模也十分庞大 就技术水平而言 日本工厂还停留在40nm左右 反观像台积电和三星这些竞争对手 早就已经掌握了3nm产品的量产技术 而且距离量产新一代2nm产品的计划时间 也比日本提早两年 那这样的技术差距也让日本在竞争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 尽管日本在下游芯片设计和开发方面的短板 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弥补 但如果利用在制造能力上的优势 专注于代工 以及寻求和其他同地区产业链的合作 或许对日本来说是一条出路 让日本在全球半导地产业当中振稳一席之地